崔永远被问年终奖有多少?敢这样说实话的也就只有小崔了! 主持人更是要归台里发工资,根据各大卫视和主持人的级别,工资也肯定不同,那么主持人到底比他们少多少呢? 崔永远算是央视知名的主持人了,他主持的节目《实话诗》说,让崔永远迅速获得很多人的喜爱,很多人都觉得,崔永远是唯一一个敢说实话的主持人。 曾经由网友问过崔永远,你的年终奖是多少?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是比较忌讳的了,一般人都不会直接回答。 网友问崔永远,你的年终奖多少?敢这样说实话的也就只有小崔了。 崔永远却说,我可以回答,我们最多的时候,年终奖是十万,少的时候七万,五万,三万都有。 也许说到这很多人都信了,但是他补充道,当然这都是公开的,大家也都知道年终奖和平时的收入都分为三部分,一部分是公开的,一部分是半公开的,一部分是不公开的,每个人都拿公开的来说是。 不算高,多辛苦啊,天天说实话,有很大风险。 崔永远的这番回答,可以说是情商很高的,虽然年终奖到底是多少我们不知道,但是他讲出这番话,大家心里也就大概清楚了,很多行业,特别是娱乐圈,都不能说实话。 网友也对此评论道,中国只有崔永远敢实话实话,其他都说假大空。 央视的主持人一年收入几百万应该还是有的吧。 天天说实话,有很大风险,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啊? 一个国家人民,如果连你正当合法收入都不敢公开,就真的没救了。 别说一个国家事业到位了,就一个小公司的员工工资都贼头贼脑的,生怕别人抢世事的。 感谢杂尔 契博